欢迎来到顺势,我是启耀 那开始前呢,宣布一下 明天晚上,也就是年初六 2月15号的晚上8点钟呢 将会有一场特别的 新春口琴直播 那就是我昨天去找了这个音乐搭档 阿温呢,跟大家喝茶聊天 然后刚好大家那些晚上都得空 所以呢,就干脆来一场 这个直播,主要就是想和 我们之前口琴直播 认识的所有观众啊,见一面 然后聚一聚啦,趁这个 机会跟大家拜个年,所以呢 不管你是不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口琴直播 观众,欢迎在明天一起来 听听新年歌,然后呢 一起来聊聊天,OK,不见不散啦 我今天想和大家聊的 这个新闻呢,其实是关于这个啦 这个新闻呢,其实就是 哈迪阿旺在今天 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似乎 就韩沙色影的讲说 这一些判决 依刑法违宪的法官呢 是昏庸的,当然他 不是直接讲说他们昏庸 我觉得他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巧思哦,他讲说呢 你看我们以前有很多的法官呢 都是非常捍卫这个 伊斯兰法,伊斯兰法庭的 他们就是 但是你看现在呢 这一些法官呢 是 那他也有注释讲 所谓的 其实意思就是讲 并不是那么的 所以当今大马就直接 把它翻译成 昏庸了 OK So,我认为啊 这样子的一个贴文 放出来呢 当然啦 对他个人而言 他可能有非常 个人的情绪 他觉得呢 这一个伊斯兰法 应该就是要背叛 就是合法的 应该是要成立的 但是其实他没有去顾虑到 他本身讲出 这一个说明的时候 会间接的影响到 广大民众 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对于我们目前 联邦宪法的 这一个信任度 那我认为他的说法 非常的粗糙 甚至有一点点离谱 他一直去声称说呢 其实啊 现在的这些法律 都是殖民时期 留下来的这个产物 所以意思是讲呢 其实你越遵从 这个联邦法律 你跟着联邦法律 去判现在的这个法案呢 其实你都是 受到这个殖民者的 这个影响 那我们不应该嘛 你看我们的伊斯兰法 早在这个殖民者来之前 英国人来之前呢 我们就成立了 所以呢 这样的判决 其实是本末倒置 这其实就意思是讲说呢 他的整个的那个思维框架 仍然停留在 马来亚时期 他根本就不承认 其实马来西亚的 这个成立 他觉得呢 马来西亚 所承认的所有事情 都比不上 马来亚时期的 那一个精神 因为呢 马来亚 是比起马来西亚 更早的一个存在 所以因为先到来 所以呢 没有理由呢 我们要去遵循 马来西亚 所承认的宪法 我们应该更早之前 去到马来亚时期的 那种伊斯兰法 那才是正解 其实你听到这里呢 你就会觉得隐隐约约 这个跟这个马哈迪的言论是很像的 马哈迪也是一直讲说呢 哎呀 你看马来亚时期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以马来文为主 那时候呢 甚至有这个马来王朝 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回到那时候 辉煌的那个时期 其实是输诸同归同一个脉络的 但是这样的言论其实往外散播出去呢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呢 对我们本来成立的那个共识 国家成立的那个基础 越来越不信任 你想想看啊 一个领袖 一个这个全国最大的政党的领袖 可以直接讲说 现在的这个法官啊 暗讽他们是这个昏庸 那底下的支持者会怎样想啊 你知道他们本身就是很信任 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个领袖 所以其实越多这样子的言论 尤其是这个聂依林的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鼓舞到 越来越多人对现今 这个司法体系 可能的这个不信任 其实与此的这个案件还非常的多 比方讲 当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懂有没有注意到 那时候的慕尤丁 其实就有出来散播一些这个消息 包括讲呢 你看啊 现在呢 这些一刑法被判毁限了 代表说以后大家呢 可能有优惠啦 有乱伦啦 这样子的行为呢 就没有人治得了 但之后这些事情 包括喝酒呢 就会变得合法 这些是完全完全错误的事情 简单讲啦 就是乱伦这一个行为呢 其实本来在联邦宪法里面 都已经是一个罪名了 所以现在联邦宪法判乱伦有罪 有他的自己的一个判决 那一刑法现在又有 但是我们国家以什么为准呢 以联邦宪法为准 所以才会把一刑法判成是违宪 但是你讲说乱伦有没有罪 也仍然是有罪 但是是依照联邦宪法的这个判决 去进行这个审核 OK 所以这个事情很明显是慕尤丁在乱乱讲话 包括这个喝酒啦优惠这些东西呢 本来在这个丹州的一刑法 现在其实也是有罪的 他没有被推翻 所以就会发现了 当这一个这个裁决出来的时候 有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假讯息的这个出现 你再加上现在这个哈迪阿旺讲的这番话 讲说现在的法官是 可能暗中他们是昏庸的 就会加剧 大家会越来越觉得 其实现在的司法体系 正在荼毒或者在侵害着伊斯兰的这一个地位 其实这样子的言论 比起平常的三阿 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破坏率是更加巨大的 为什么 你想看 假设他只是去可能攻击 这一个团结政府的这些人 这些政敌可能诽谤都好了 将他们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那顶多只是支持者 对于这一些 他们所谓的政敌的这个不信任感增加 最多就是对现今的政府不信任感增加 仅此而已 但是假设这一个攻击是攻击联邦宪法 攻击我们当今的这一个法官的话 那他就是对于现今的体制 有一个这样子的不信任 或者是这样子的怀疑 所以以后凡是遵从这个联邦宪 然后这样上去的政府 他都会受到质疑 那我这里给了一个意见就是 能不能所有的马来统治者 还是可能我们的最高元首 把这些政治人物召集过来 然后跟他们谈一谈 就是到底这一个政治的疆界在于哪里 到底有什么言论是不应该讲 有些是可以讲的 能不能大家有一个共识 然后才在这个政治的这个经济场上 来一分熊子 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当成是自己的棋子 都当成是自己的炮仗在打 因为这样打下去 而迟早马来西亚会变定废去 所以你往后延伸的一个状况 你想想看 假设在以后 当伊斯兰党或者是这样子的这个思想 越来越散播出来 他们并不止局限在于可能北部四周 他们是往下扩张的时候 这样子的精神主义其实就会侵蚀掉我们本来建国的基础 联邦宪法的这一个根基 而你想想看 真正坐上政府的时候 他们会委任怎么样的这个法官 他们会推行怎样的这个政策 甚至会不会重提这个355法案 我相信只要他们有多数的这一个议席的话 这样事情是非常可以预见的一个将来 so我不知道这样事情 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可以去对付 有的话我希望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这个措施 但是我只是认为这样子的言论 在我们的眼里看起来 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可恨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一些言论其实深深的在影响着一群知识者 而且不要忘记 这一些知识者很多是刚刚出来的这个选民 可能他才18岁 然后呢他开始就听哈迪阿旺讲什么 那他就从此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他日后的这一个判决 那只要以后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这个选民 他们都是从小就一直听着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然后长大的话 那要影响他们 要让他们相信马来西亚成立的这个精神 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好那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一边 我认为这样子的言论实在是不容乐观 那一样的记得明天晚上 就是初六晚上八点了 有这个抠心直播会跟大家聊聊时政 去去新年隔 OK感受一下这一个幸存的气息 那这期现在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